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什么到最后一个月了 充一下之后呢 尤其在某些民调还胶着的区域的时候 呃 你稍微充一下只要还是在领先群里面 是有机会反败为胜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说在在22个包括六都在内的22个地方行政区的选举里面虽然如果说 如果今天投票如果上个礼拜投票 我稍微提一下嘛就国民党大概 以现在的 呃国民党来讲可能差一点大概15 就平平平盘 那比现在现在是国民党应该是14个县县是吗 那可能还会在在在多一个 好一点的话呢有机会到17 如果说如果 如果国民党表现到最好 那可能有机会到17 然后民民党党一民党党一呢就就是高宏安新竹市 虽然昨天呃 中广那 赵康仙先生跟他的老老朋友丁廷与盖盖洛普他们做的民调显示 呃 新竹的选选情新竹的选情呢 呃高宏安跟跟民进党的候选人的近乎是平盘的 那你民进党候选人的还领先 我我我不是说那个民调准准不准因为民调民调做的被子以及 民调除了最简单的那个数字让你看之外所以谁的证度啊谁的证度多多少 但是你想也知道就是最后投票出来的时候 当选的那个人的得票率绝对不会做百分之二十几 好换句话说这里面还有许多需要解读的 不过 总体的总体的选举的气氛 那包括你这几天看到不管是林佐水啦许许信良啊等等或者我私底下碰到的民进党的朋友们 大家就就就是 现在 现在在 以现在的民进党在这个礼拜所做的操作来讲就像了股票市场里面的空空投反弹 那这空投反弹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逃命波 所以在民进党的很多的地方的选将来讲那个逃命波 的那个味道呢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重要的选区 几乎 都弃手了 都 都已经 呃 就省钱了 就是打打打打的样子就是不再投入子弹了把把子弹的留在后面用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的重要的选区 选情近乎峰派 都已经不太动了 媒体呢也 也接下去呢大概也也不会再做民调 虽然选区重要 那再加上的国民党在这次原来的原来的就是说竞选连任的 县市长里面因为因为在任的 政绩 地方的评价看起来都很高 这国民党现在相对艰困的选区都是如何把把大宅门之前的失去的几个城池给盘回来 台北市了桃园桃园市了 然后然后基隆市了 那这几个地方的能不能盘回来 他们讲国民党如果如果如果收回台台北跟桃园 那国民党就是大胜了 狂狂胜你想要台北新北桃园 然后台中 那 呃北四都 因为 北四都大概大概就就就就就占掉了占掉了台湾的全台湾 人口的一半一半一半多一点 那那个的那个比例非常非常高 所以只要北四都那就很强了 除了北四都之外 呃我刚讲就是说我我我之前之前讲过国民党在这次的县市长提名了十个仙女啊 除了原来的七仙女之外的国民党的又又又提了三三个 那新增的这三个里面的现在南投的许淑华 应该没有问题应应该啦 因为老实讲南投的血迹 虽然跟许 俗华熟啊 不过 我就没有怎么关心我我没有怎么关心说 没有问题吧 不用不用不用花时间的去去去关心南投了 那 但是呃在在嘉义县呢在打仗的 呃 我们的王委员以及以及在高雄市呢 打仗的 呃 柯委员 那两位的两位的这个女性的战将 呃王玉米 柯智恩 在这个地方这都是绿营深绿非常非常绿绿绿绿的就是 就就是万年轻千年绿啊 那这种的这种的千年绿万年轻 你威斯汀 嗯 Pevolo 瑶 龙哥你对台湾的民主政治还有期盼吗 民主民主 民主政治是一种 他既是一种的自我的祝福他也是一种的自我 自我惩罚 那讲白话你就自作自自受就是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集体意志的表达 我只说 民主 民主政治要回到很多 基本上面来来讲如果你要认真做学术性的讨论他当然有有缺陷 不只是有制度的缺陷也有人性的缺陷 那要假定的每个人的都很理智 都都都对公共事务的高度的关心 在 在那种城邦城邦时代的小国寡民这个是OK的 但是不要说大国了 你即使像台湾这种2300万人操作起来 每次选完之后呢总有总总会有一半的人是哀鸿遍野 在在叹息 但是 我说他既是一种的诅咒他也是一种的祝福 对这种的信仰 为什么 人口的大国里面 说印度 印度 其实乱乱乱乱七八糟的 虽然2022年我我说对印印度来讲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转转转年 可是印度 14亿人 号称最大的民民主国家 当一个一个制度走走了30年之后他那个样子出来了 几个世代 已经习惯于自己去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 而且在公开讨论的时候 他要改变的是非常难的 巴西也一样 好来 这个 现在的是 4000位的观众 在我们的 线上 我们的 我就 这也不用常常去问我说你对你对台湾的民主政治还有信心吗 对民主的看法如何 民主民主这个字眼太太抽象了 那我们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那你可能 我我让你可能对对台湾觉得所有接收到的讯息 对台湾都不以为然 我有很多的很多的不以为然 但是我 我我说 那个呢 中中就那一票在你的手里面 你share 到了某一些的公共事务的参与权 跟表达权 以及我在台湾 即使台湾的言论自由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受到非常大的压抑跟线缩 甚至于的那种的绿色恐怖的阴影 我说那种千年绿万年轻啊的那种绿色恐怖的阴影 他确实存在 可是 当你胆气壮一点的时候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上面的媒体人 我仍然会保持自己大明大放的风格 好那这个呢 这个最最少是办得到的 好那这个 当然的大家 自己去捕捉吧不细谈 好那讲到选讲到选举啊今天的今天的联合报 因为昨天 昨天 一件有有意思的事情就高高端了高端公司好就是高高端疫苗的这家的这家的高端 昨天的主动的发声明 发声明了发什么他公布了政府采购的价金了是四十四十点三亿元就是政府的花了四十点三亿 跟高端的采购疫苗 到底买多少钱 因为这个是有参考座的坐标的他的参考坐标很清楚就是那因为因为bnt又不是只有你你政府的去去买 因为 郭台名买了 台积电买了 而且 磁剂买了 那 他们都自己花钱去帮政府买送给政府用 一个执政的政府呢 号称经济都还是正正成长 号称的有财政云能够这么不要脸干这么不要脸的事情自己该把该对疫苗负责的 负不了责 然后呢民间宗教团体去帮你买了给你用你还你还闲还装然后还还还不敢公布你自己的采购的金额大家只是看里面的有没有 有没有就说 我们我们想知道你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的那种的集体采购理论上面来讲你都应该因为因为你有比较大的采购的资源吗你那你应该会买的比民间便宜 大家就想看看你政府的采购能力如何 那这部分来讲封存三三十年 好吧那大家就又又想又想知道了那你买高端买多少钱 之前也不讲 那昨天突然讲高端讲 但高端这个时候这个这时候讲猜想就是 想要清理一下战场啦就是 纠结在高端上面的把陈志宗给困死 把蔡英文政府也困死 因为讲到防疫的过程当中 台北市民非常的火 那大部分的老老百姓的从这个议题里面 他他不单一体其实 在 这两年的时间远的不讲2020年以前的我就不说了2020年之后到现在为止两年多的时间 民进党倒行逆施 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你你就会觉得一肚子火的 事情 起码可以数得出时时装 以上 我之前列列记在记事本上面 今天不今天就不谈了 但是高端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接受过疫苗 到现在为止每一天都还是三万多的确诊数 那是确诊数啊但是黑数很多啊比如说我我周围的几个 都种的 那他们他们都有都有在在在那个统计里面吗大部分都没有 很多就是啊 就是朋友之间的反正的快快篩每天的快快篩 像杨永明啊 陈凤青 那 却 确诊了之后快篩两条线 那怀孕了好那就就就每天的把他的这个 拍的这个就是他快篩的 这个这个呢 呃 拍拍照 传到的群组里面大家知道一下的状况 但是他们有在有在那个 从医疗体系来来讲他们都是黑数啊 因此呢那个数量一定比这个多很多你每天都还有三万多大当就很 烦啊 好但是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一肚子火 那就觉得 就是这种的 这次的选选举 不然他说选举很很冷啊选举很冷的原因是因为 就我我刚讲的除了几个几个大的选选区 胜负已定 国民党的七仙女胜负 一定 这些已经定的 这些的选选区基本大家都不讨论了几乎都盖牌了 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好 你们觉得选举的谈论 谈来谈谈去呢其实就是聚焦在几个 几个北台湾 台北 桃园 新竹 为什么特别谈这几个以及基隆因为这这这几个过去 三个的是民进党的在在执政桃园 基隆 新竹过去是民进党在的执政那桃园新竹之前有林林志坚的事 那有郑文燦的事 郑远蓬的事好那这些当然的都吵得非常热 那台北市呢因为是指标战区 那过去的也不是民进党也不是国民党 可是上一次的选举 因为呢投开票作业的那种 那种系统性的混乱跟失误 到最后的时候呢边边投票 边投票 边开票 所以最后的最后的那个五点钟之后的那两个小时 投下去票 柯文哲呢得到了比例呢跟前面的八个小时的票就非常的不成比例 这是民调当中所反应的 柯文哲最后三三千多票 民进党在最后关头说我宁可让柯文哲上 我也不让你的国民党的丁守宗上 丁守宗是我的老师了 那时候选举我也在里头 可是 各位可以对我有点信心啊 我我我没有那种的沾沾仇待恨的习惯 就是我不是算算老张过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只是说 民进党在台北市是这样子操作的 所以现在大家关注的呢就是这几个地方为什么 因为台台北市尤尤其 疫情指标战战区陈时中在这地方参选 所以台北市尤其中是紧紧的你连在一起的 好那今天除了高端的高端的这条的新闻他会高端干嘛是不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叫你出来清理战场的赶快呢把数字丢都丢出来 高高端 去年一一整年高端 高端的股东 每股配五块钱 高端现在 一股六十几块 高端去年最高四百多 然后 储儲权接受呢两百多 人家每每股呢配五块钱 你手上的股票配几块 但是这五块钱 你一定很心痛因为那都是你的钱 是拿纳税 义务人权去买了一堆的高端 而大部分的高端都报废 因为你要去送给别人别人也不要啊因为到现在你你知道呢高端很多地方不能去 能能能去的地方的你可能也不想去 连日本都都不接受高端那你能怎么样呢 好那因此呢 高端配五块股东的爽到了高端的爽到了去年的赚钱了 本来其实高个高端就像是一家paper company一样 他几乎是没有什么业务的 他的所有的业务呢就就是 陈时中业务蔡英文业务 就是两个最大的sales 高端两个最大的业务员 就是陈时中跟蔡英文两个最大的业务员撑了高端的一整年 把财报撑得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 政府能弄到了很多的高端疫苗大部分都报废 没有报废的更糟打高端的呢 每个人怨声载道 骂死了 那些的高端战战士包括我看到馆长啊等等骂 三季都打高端 好但是 我今天在除了说高端这条新闻之外呢 我都我看到联合报啊联合报联合报的联合这个标题是有意思 让我想想到很多的事 联合报的标标的社论的标题高端背后竟然是孔子的难题 你懂他的意思吗你懂你懂所谓的所谓的孔子的难题他在他在 他在联合报的社社论了在 在 考古 在古书里面在史书里面玩一个 玩一个 套路玩一个谐音梗 那 为什么说高端的故事的背后竟然是孔子的难题 因为 这个故事啊在论语里面的论语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你大概都都读过呢孔子跟子录的一段的非常精彩的对对话吗 就是君子顾穷小人穷穷斯赖 君子会不会穷因为因为子录呢在只问孔子说 君子难道呢就不会有有穷困的时候吗 当这这话很很冲啊就说这个子录跟孔子的 特别的关系啊那子录是 子录相相对是有是有钱的 好那子录呢问孔子把子录从外外头叫进来 那子录呢也很气 在在古书的描述上面的孔 就是子录进来的时候呢 是运而问之 就是很生气的问孔子说 君子难道不会穷吗 那 孔老夫子呢就对子录说 君子顾穷小人穷斯赖 那 那 这句话我想大部分读论语的稍微有一点点国国学训练的国高中不太混的 你很很混的那就算了就是你大概都听过君子顾穷小人穷斯赖 这虽然穷但是面对到一个呢一个穷困的困恶的环境君子跟小人之别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 或者在 共富贵跟共患难的时候呢在在富贵的时候 看不出孔看有时候看不出君子跟跟小人之别 患难的时候反而看得出来 所以呢这句话的很重要 可是 这个故事发发生在什么样的场景 这个故事呢发发生在 孔子恶于陈菜之间 什么叫恶 恶就就恶运的恶啊 孔子恶于陈菜之间 恶 恶运的恶 陈菜之之间 陈跟菜 我说呢 联合报的社论呢是在玩一个 玩一个邪恶 玩一个套路就是 恶于 陈时中跟蔡英文之之间 台湾今天的困境更然竟然跟当年的孔子的困境是一样的 恶于陈菜之间 陈时中跟蔡英文 我后来 我看了一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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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突然让我让让我想到以前 以前读读读读了一些东东西啊 因为我们都会都会被我刚讲的那两句嘛 可是这个故事的背景 恶于陈菜之间 他就是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呢 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小国家 但是呢孔子想要去南方的楚国 那楚庄网在当当时的楚国呢正在的变强的过过程当中 李贤下士 那孔子也听说了 他就想要离开了离开在当时的陈 陈国 那他要到他要到 到到到 储国去那个时候呢孔子大概六十几 岁呀 在鲁爱公鲁爱公几年 哇哇哇这种我没记得记得那么熟 在大孔子六六十几岁的时候周游列国的时候 他他要离开了陈陈国的陈国很很小嘛看看也没救了 但是呢 要到要到了储国的时候呢 到了蔡国的时候很多的很多的就是那些小国家不想让孔子 不想让孔子的到储国去 然后呢就 就把他的他的这些的粮食啊的等等啊 他的一路一路上面的这些的家家斯带着很多的学生马空带的弟子周游列国 那包括了包括了就说了这个 刚刚讲的这只鹿啊都都跟在路的路上 那但是都把他抢了 所以呢 孔老夫子呢 跟他的弟子 就困于陈蔡 离开了陈 但是呢还没有到 在陈子那个小国陈国跟蔡国中间的时候被困住了 困了七天都没有东西吃 大家都快饿死了 好 厄于陈蔡之间 那厄于陈蔡 大家都快饿死了 但是呢孔子呢还是呢一派呢泰然自若 据说还还弹琴 因为这个呢在庄子书里 因为我最近常常在在读 庄子嘛 在庄子里面呢 是有好几个段落呢 特别谈了这个故事 每个段落的谈法都都不太一样 切的角度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一段很经典的故事 孔子厄于陈蔡 陈时中跟蔡英文 那联合报只是说啊 不只是孔老夫子 台湾不就是吗 台湾不就是恶于陈蔡之间吗 那不只陈陈时中啦 你要说陈几脉 也OK啊 恶于陈蔡之间 但是 台湾 所有的台台湾人在这种心要定啊 就像孔子在周游列列国的时候 你有一个很美好的愿景想要去 但是过程当中的一定会有很多的财狼虎 前有狼后有虎呢 想要把你呢把你困住 大家快饿死了 鳄于陈蔡之之间的觉得呢未未来看不到光亮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关键的就是君子顾穷小人穷斯赖米 那 如何把自己的定定见定性的给抓住 好当然从了高端的故事里面呢 谁告诉你今天的这场的选举 你这种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